谁在恨中国传统公府 就是那些想打灭中国民族 就是那人 不要用心的人 在污蔑攻击传统公府 只说就是台独分子 亲日亲美派 一个台独分子在网上骂我 他的说话的大意是 就像马柏国一样 练花拳秀者 让闪动一个散打 教练 三十秒打倒了三次 本来我不想公开解释 为了维护传统公府的孙缘 我必俗和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分析王母母用的什么招数 为什么能把我打倒 我发挥出了常有的平常的水平吗 如果发挥出了平常水平 为什么他根本打不到我 王母打我的时间 用的是左手 把我右手 然后上右拳打我 这种情况 我动下步 你上右手打 动下步 他就打不住我 他就是把我右手压了 动下步 他打不住我 他送上来了 我随便打他脸 就是如果我划救的时间 你看我划救 他压我 看 我一个靠法 一个靠法 就把他打倒了 你看 在这个地方看 他压我的时间 我闪身往这走了 往这咋了 打他的脸 一个靠法 他就倒了 这种打法 英国九十公斤胎权王 欧洲自由波局冠军皮特 也用过多次 咱们想说第一个局 第一个局 我连次放了六七次 你看 他就是按了以后 又是打 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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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简单的用了恐惧方法 连放到六七次 他一次还没打多 难道说 王母母不一 欧洲自由波局冠军水平高吗 那这里面 为什么 当时 我身上没有劲 发挥不出 平常原有的水平呢 第一是 教练戴了双白手套 上来以后 马老师 先把我双胸摸了一下 我都觉得身上没有劲了 头脑反应不清了 有的人说 说 马老师 你这场 人家给你下米药了 有的说是水里面下米药了 现在 我也没有查出来 到底是水果下米药了 我们不能下交轮 但是我的感觉是 对不对 我的速度很慢 现在这个视频 在网上 经常出现在网上 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间 同时看一下 我和欧洲自由波局冠军 匹特比我的视频 两个视频一地上 一分析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 想一想 为什么 我在国际 发挥不了正常水平 和王牧牧 比我 在国际 打偶住 自由波局冠军 反例是反的反的反的 反的反的 为什么 什么原因 脑袋不是拍的 是想的 不要清风 就是与其财毒分子 无灭 中国传统功夫